Muji 有出空白的順風順紙 適合自己手繪加工 這款順紙非常薄 有少少半透明狀 第一套順紙我會用綠葉做主題 首先決定葉大概的範圍 然後就可以在樹枝上畫些細葉 葉有分圓角、尖角 生長時亦有分一枝枝或捲著來生 葉的生長方式亦有分單葉、複葉 即是一枝樹枝柄連著一塊葉或多過一塊葉 複葉有分乳狀和掌狀 乳狀即是像乳毛一樣 葉是並排地生長 掌狀就像張開的手掌一樣 放射性地生葉出來 剛才畫完那棵和這棵都是乳狀複葉 它們的葉都是左右平衡 再細分之下有分偶數乳狀和奇數乳狀 即是每一株上面的葉片是單數還是雙數 而通常我都喜歡畫成尖端位置只有一片葉 覺得看起來會順眼一點 所以我畫的基本上都是奇數乳狀 而乳狀的葉亦都有分一回、二回、三回 即是每一枝分枝上面還會不會再細分其他葉仔 例如我畫的就是二回乳狀 即是一枝大葉上面有分成不同的細枝 細枝上面亦都有分葉仔 現在畫中一粒粒的葉就是一回乳狀 即是一枝上面只有兩排平衡的葉沒有再細分 畫完順子之後當然要畫一套順風 我想跟剛才的設計一樣 都是上下的位置打橫或一排葉 葉的圖案可以參考剛才你畫下順子的圖案 風格一樣、顏色一樣 第二套我想畫一些垂掉的花 首先畫一些垂下來的分枝 在分枝左右兩邊畫一些點點 用很幼的綠色把粒粒連著枝幹 再在枝幹和粒粒中間點一些淺一點的顏色 用深淺色去表達花的不同部分 最後再在花蒜中間為一些綠葉襯托 在一種吊花的勁就轉一隻淺綠色 勁兩邊點滿綠色的粒粒 近頂尖的地方粒粒要細粒一點和疏一點 再在每一粒綠色的末端游上藍色的粒粒 主勁頂尖的位置留一排未開花的綠色粒粒 最後在每一粒花的中間畫一條右的綠色線 連著條主勁 第三款是以啡色的樹枝做主勁 在上面畫一些細的綠葉 在樹枝之間畫一些黃色不規則的波波 在剩下的空位點一些暗的黃色 表達較後較暗的花 底部再畫多款串狀的花 先在底部中間位置畫一些綠葉 中間畫幾條右的啡色樹枝 在上面點一些密麻麻的橙色波波 頂部的位置畫大粒一點 尾部的位置就小粒一點 順封的設計我會是左上角和右下角 畫兩種不同的串花 這裡我會首先畫了葉底 然後再畫花 第三款順子是想畫一個花海 在順子底部畫密麻麻的徑 在其中一些勁上面畫六葉 在剛才又畫葉的勁上面 加一些黃色小花 其餘的勁周圍就畫一些紫色的點點 形狀有少少像芬衣草 中間還有空位的地方 就用另一種深一點的綠色 畫另一款不同樣的葉 順子頂部畫些短的曲線 上面加小小塊的葉 看起來葉就像半空般飄緊 中間多加一款顏色和樣少少不同的葉 再在周圍隨意加一些黃色小花 花心點番頭之用過的紫紅色 這款順風的設計 正是將花海複製在底部 都是有黃色波波形象的花 和紫色的花串 用兩種不同的綠色去畫草和葉 最後一款順風順子是用玫瑰做主題 這種是畫玫瑰的方法 就是畫了花瓣堆埋的形狀 每一塊花瓣都至上連住的不會很明顯 用另一種鮮少少的紅色 去畫小袋一點的花和花包 花瓣之間的重疊位置 加一些深色做陰影 深紅色的花瓣適合用深綠色去襯托 一口氣畫了葉和花托 信紙底部的設計就簡單些 只畫一檔玫瑰和兩塊綠葉襯托 平時有膠筆有寫開信的你 都可以試下下次自己畫信紙 再次畫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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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畫一遍